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天天不见的媳妇 难度就是其实我的孩子量挺多的 而且主要是我这个人物的语速要很快 因为经常要训下属 然后训老公子 你不可能过多的思考 你一定是出张口就来 老王的功夫买算了 老朋友买算了还是给他拉 小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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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王三姐呢 对于台词上面的要求 会比较的高一些 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拍摄的速度很快 所以对于台词的量要求快一些 你给人来说什么事 这里去看澎湖 你也挺傻的吧 再给我来点水 喝口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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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喝口水 你把这个水改到他放那个框里 把他放到新闻辅导员这个岗位上 他就彻底找到人生的位置 天文辅导员 天文辅导员 秦小松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丑陋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一生的积聚都会这个环境 喝口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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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